今天正好吃牛排 想起前两天刷到一条关于牛排酱汁的视频 真正懂懂牛排的人 不会吃黑胡椒汁 会吃 黑胡椒汁 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份伯纳西汁 龙耗草和洋葱煮开过滤 黄油可以微波滤处理一下 最小火热锅加入两个蛋黄 加入刚刚的浓缩汁不断搅拌 变浓稠后加入澄清黄油 然后撒上龙耗草碎 搅拌之后就得到这份酱汁 搭配一块来自肉切的盐漏 大火热锅两分钟 眼肉的这个部位因为含有丰富的脂肪 所以煎出来非常有滋味 转小火加入香料黄油 淋上等一分钟 饧肉五分钟 最后搭配这个酱汁一起吃 非常的香 可路里马上将会成为下一个火爆痊愈的甜品 作为法国国宝级的甜品 做法其实并不难 这边说几个经验 牛奶加入香草精后一定要煮沸 加入融化的黄油静置放凉 不然烤的时候面糊会溢出模具 然后鸡蛋里加糖搅拌均匀 加入刚刚的牛奶低筋面粉 面粉和面糊都需要裹筛 加入朗姆酒拌匀静置一个晚上 相信我等待一定是值得的 模具的那一笔涂油撒面粉 倒口出多余的面粉倒入面糊 烤箱的时间和温度如食品所示 口感是那种外壳焦脆内里湿嫩 有朗姆酒香甜的恰到好处 猜猜今天又来了谁 我打算在天台做一道经典的法式香橙鸭招待他 法国的鸭的特点就是油脂特别多 洗净后去掉多余的油脂 然后在皮面上改个菱形的花刀 这样后期能得到更好的浇化反应 以及煎出更多的油脂 撒海盐调味放入锅中 淘上香橙的皮屑淋上分泌 挤上橙汁放入橙片 拿一束百里香稍微摩擦一下 这样大约腌制15的20分钟 腌制的过程中调一个酱汁 橙汁分泌少许酱油熟至就好 然后我们中大火热锅 无需放油放入鸭窗皮面朝下 稍微压一下 差不多3分钟左右 就会煎出大人的油脂 翻面放上百里香 然后转小火用鸭油淋上10分钟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醒了5分钟以上 5分熟的样子斜切成片 装盘的时候可以用香橙片和三色镜 稍微装饰一下 淋上酱汁黑胡椒盐调味 搭配法餐呢 同是法国品牌的1664是非常大的 除了丰富的口味 今天再做一个特调的饮品 半杯冰块放入化煤 倒入白皮后搅拌 金黄色的酒液泡沫绵密 放入西柚柠檬和薄荷 露口的同时散发出清新的果香味 看到我朋友开心的样子看着还不错哦 什么食材和费力最大 答案一定是鹅肝 鹅肝呢它本来就是块油脂 所以不用放油 中小火直接煎 准备一块天然的动物黄油 这款是安家的 不含任何的人造脂肪酸 比较健康 煎完鹅肝的锅呢不用洗 直接用来煎费力 两面煎上色后 放白鸡浆和黄油 这款黄油呢 源自牛乳 奶香特别浓郁 淋碗油 再放烤箱180度5分钟 期间做个土豆泥 加入牛奶和黄油 安家黄油呢 被确定黄油标准已经百年了 内含胡萝卜素 可以给土豆泥提亮增加口感 牛排醒肉 切块组装 淋上黑椒汁和意大利香醋 家庭版罗姓牛排完成 6 5 7 8 10